因為剛剛講公庫一定很需要很多資料片 我覺得你們真的可以跟警察要 因為我覺得他們每次 我們都知道飛機組織每次開記者會 人都不夠 攝影機也不夠 可是每次我都很羨慕 只要我們去行政院在立法案什麼 都有三四個警察在拍照 我覺得他們的角度真好 很少團體可以出三機兩機 再拍到從上面 從下面 從天橋 所以如果他們可以加入公庫裡面 提供源源不盡的社運資料庫的話 我覺得應該請警政主要立法 希望他們那些珍貴的史料要保留下來 因為以後一定很好用 而且每個人可能都有特寫啊 有什麼大房間什麼都有這樣子 還有檔案資料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一個未來可以 我們既以厚望的明日之星的一個 獨立媒體的機構 那其實我覺得的確這個拍攝 我覺得公民團體的確在角色上 基因來講比較多元 因為我想公民團體很多可能有既定的立場 他有目的 他對這個題目有興趣去做報導 所以在方法上或者角色上 有些那個衝突的部分 我覺得這也許是警察所擔憂他們看見 就是說這些公民記者其實就跟一般的公民團體是一樣的 然後他拿個相機 像有的我們已經看到他有掛這個攝影機 其實我之前去上過一些地方的部分 他們已經叫大家說 你去看看幹嘛 然後現在有一種手錶 他還在賣 好像有點像行銷 他說現在這手錶有攝影機喔 可以幹嘛幹嘛 就是說大家已經有 其實那個已經借有 不知道不知道報答 還是算收證喔 就是已經借線上 我覺得那個也是我們現在在看到 因為媒體的多元 技術的多元 事實上那個角色上 我覺得一直是模糊的角色 我舉個例子 蘋果日報現在就把所謂的電子即時新聞 也把那樣的部分開放給公民團體 事實上這樣的角色 我們的記者寫的東西 是可以上蘋果日報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到底這個角色上 我覺得現在我必須講 這種角色上一直一直在重複 那公司的Paybook 同樣也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幾乎是沒什麼門檻 你申請了登記了 你就今天你生日 只是你有沒有那麼厚臉皮啊 今天生日自己自拍 做我生日 快樂 今天我40歲生日 然後幹嘛 你也可以丟上去 他也不會刪吧 對吧 這個只有沒有人點 無所謂 所以這都是 我不可思議的 在那個平台使用上的部分 一個角色 那不過回到根本的部分 是說 因為是公民記者 或者是由我們公民團體的角色來講 我們可能有些使命 還是在解決製作問題 跟那個所謂的我想辦法要取得 新聞的報導的角色上 可能跟資訊要透明的角色上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 有一點不同的分野 因為我只要為了要達到這個曝光 我想要知道密室協商到底在做什麼 老實說 公共盟可以去進行這個滲透計畫 想辦法去找人去做滲透去做報導 可是我們基本上來講 還是希望覺得說 依法你就是要開胖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還是希望有些角色這樣是開大門 因為就我們的角色來講 我們可以扣著臉皮 去跟立委要助理政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 可是我們就覺得 我們這樣的角色這樣的組織 適不適合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有些的確我們會調皮一點 會舉個例子 公共盟成立 我想如果說要往臉上貼金 在以前我們的執行長還有理事長 做成一個最大的攻擊 就是推動立法院 現在所謂的IEOD的 就是立法院議會的轉播 當初我們用的方法 就是第七屆立委要選舉之前 我們就寄給所有的候選人說 你當選院不願意開放意思轉播 每個人為了要證明自己改革牌 都簽願意 就最後選舉結果會公布 有將近六、快七成的都有簽願意 我們就拿這個去拜訪各黨的主席 還有拜訪王敬明說 你要尊重多數委員的意見 所以那時候他們有理念力 一半推半就 真的就組了一個跨黨派的 一個透明的小組 來到國外考察 然後最後就有現在的IEOD的轉播 可是他還是有很多不透明 比方說他一次只放三個會期的影片 其他影片全收起來 我們說為什麼要收 你第七屆開始 第二會期轉播 你要全放 他就用各種理由 就是不開放 然後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要去跟他衝突 去衝撞 那像我們最後開放 但是他只能用桌上型電腦 或手機電腦看 手機不行 我們說台灣號稱 已經有八百萬的行動上網的用戶了 然後一直罵罵罵 罵到今年二月 終於現在手機 可以直接看立法院的轉播 開放了之後 之前握草去TEST 因為立法院那一段時間 太陽環越衝突 鼓勵大家去看 就當機 為什麼 因為他只剩八百人 他認為看誰 就是你們沒什麼人看 的確沒錯 去點立法院那個什麼 本週熱門影片 那他一百個人點 因為就叫本週熱門影片 就知道沒有人在管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 可能還是有對體制上 怎麼去把它揭露打開 那我們曾經做過一個 調皮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他開放了 院會跟委員會的IVOD 就是他們開放程序委員會 跟黨團協商 所以第八屆立法委員 我們還是一樣有請他們簽 願不願意繼續再開放程序委員會的轉播 跟黨團協商的轉播 那一樣有過半的委員都簽了 可是還是就很調皮 那時候剛好台聯進去到裡面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找林世佳委員 因為那時候網路直播已經很方便了 我們跟他講就是說 委員因為你剛好是代表台聯會進到 程序委員會裡面開會的 我們問他說 你願不願當我們的公民記者 我們就那時候跟信頭革談 就是手機軟體都下載好了 而且測試過了 就是我們原本想要在程序委員會 他是固定禮拜二中午開會 我們想要程序委員開會之前 開記者會說 明天立法院史上第一次程序委員會 全程轉播 我想立法院一定一頭霧水 我們沒有開放轉播啊 那時候我們原本設定好 就臨時加到時候 手機拿出來 直接就錄影 然後就大家看 那我們好開心喔 我們都測試了 突然到前一兩個禮拜 立法院自己說 我們開放程序委員會轉播 所以讓我們有點失落 沒有玩了一下 如果我們繼續還是會做黨團協商 也沒有人敢進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選舉要進 小黨如果要表現 這就逼他們趕快去做 所以我一直在談 我一直在談說 對我們來講 有時候那些手段 當然會無所不用其極 但有時候我們很為難的是 站在一個對於某些制度挑戰 希望好像一個良善 或者我們期待的方向來講 我沒有期待用一個好的方法 或者對的方式去走 所以這可能 也許是在公民海底角色上 會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